洗衣机故障了 上网要找原厂维修 打开Google输入关键字和品牌 但要小心出现的第一个可能不是官方网站 有民众表示日前家装的LG洗衣机运转时声音很大声 打电话给客服希望安排维修 客服回复要上网登记 这名男子打了LG维修 点入第一个网页也登记成功了 过没多久就有工程人员联络道府 一看就说这避震坏了 要换要9000元 但这名男子表示之前维修振动问题只要2000 所以决定不休 不过事后他又打到LG服务站询问 才发现LG根本没有收到他的报修 也没有派工程师道府 原来这维修公司网站疑似买了大量的网路关键字 只要搜寻各大电器品牌都会看得到这个网站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可能会认为说一个市场上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因为让消费者去混淆了 这个时候也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问题 有不少民众就出声 过去也有遇过类似情形 还有民众找到同一家维修公司 和原厂的维修费用差了3000多元 而LG也特别成精 这并非官方维修网页 而且这一两年类似事件频频发生 其实就有达人分享通常官方网站的网址都会和公司名称有关 像是音益等等 但像是这非原厂的维修公司网页 网址就和品牌是完全无关 网路上还有许多打着知名家电品牌logo的维修业者 但其实都不是官方的 却无法可管 只能提醒民众直接询问官方客服 不要尽兴网路 以免吃了亏 和包实写 TVBS宣传中英伦中文轩台北采访报道